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堪称是全球最大鱼市场的日本东京逐地市场 由于设施老旧过度拥挤 原定11月将迁到丰州新市场 但逢州市场日前被查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在商家澄清之下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 迁移计划确定延期 并成立相关部门解决民众疑问 但缓迁决定影响层面广 包括每年最热闹的黑鱼鱼拍卖 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的周边建设 都受到连带影响 该如何做好配套措施 将是东京都政府的一大考验 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的主地 是日本最最代表性的批发市场 更堪称是全球最大的鱼市场 由于面临设施老旧和过度拥挤 原定11月初将签席登号 移移至丰州新市场计划 不过近来不断传出丰州市场负面消息 以及反搬迁商家不断陈情 新上任东京都知事 走持百合子有了新的决定 小吃百合子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布 初步决定主地市场延期迁移 他认为丰州市场的用地 被查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以及建筑建设费用的增加等问题 站在都民的立场 应该延迟原定计划 必须在安全的情况下 才推动板前作业 不过有业者已在装潢 风筹市场的店铺内部 冰箱设施等租赁契约也得要签 而每年新春最热闹的黑鲁鱼拍卖活动 及2020年东京奥运周边建设 恐怕都会连带影响 要如何做好配套措施 考验东京新政府 中央社综合报道 这种包紧紧的布基尼泳装 8月起陆续在法国多个城市 被禁止引发争议 最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判定终止禁令 现在海边可以看到 布基尼和比基尼和平共存 它不关心 它不关心任何人 frankly 如果我戴这或其他人 我不想看 它不关心任何人 我没有听到任何人 连着我 我妻子是自由的 她做什么她想 如果她想着戴 或是否划作 那是她的 如果有些人 有问题 就会出现 我身上的写子 尽管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做出判决 但部分城镇还是坚持禁令 右派政党也打算提案立法 法国总理瓦尔斯甚至还在社会党集会当中 搬出象征法国共和的玛利安娜 谈胸漏乳的姿态更能代表法国精神 但她被痛批比喻不大 外界观察布吉尼风波将延烧到2017法国总统大选 许多反布吉尼的保守派地方首长 都支持回国竞选的前总统萨科奇 萨科奇一旦赢回总统宝座 布吉尼恐怕依旧难逃 禁止命运 中央社综合报道 南美洲产油大国委内瑞拉 暴跌国内经济崩盘 物资短缺暴力犯罪频传 导致民运沸腾 日前爆发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 上万人山穿白衣走上首都卡拉卡斯街头 要求举行罢免公投 让总统马杜洛下台一鞠躬 反对派阵营声称这场游行动员一百万人上街 但国营的委内瑞拉通讯社则表示 只有三万人参加 面对抗议声浪 马杜洛态度强硬向支持者发表谈话 并谴责反对派发动政变 反对阵营希望在明年的1月10号前举行公投 若罢免成功将可改选新总统 结束动荡情势 若无法如期举行 即使马杜洛遭罢免 总统职位将由副总统代理 马杜洛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党依然掌权 委内瑞拉的政局短期内将难有改变 中央社综合报道 即将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田红帽 日前接受媒体访问 表示希望两岸能消除不必要的误解 和平关系继续走下去 并尽快恢复两岸两会事务性协商 至于未来是以九二会谈 还是九二共识的基础和大陆对话 田红帽指出 蔡总统没有和他谈到这件事 对此日前出席两岸题材电影首映会的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 两岸两会交往的政治基础 就是九二共识 和心一涵就是一个中国 至于田红帽接涨海基会 张志军直言对他不了解 我不知道我对他 众人我不聊天 我众人众人是第一汉 海基会呢 他的负责在 三汉的政治上 是不是还是坚持 过去的藏起来方向确定的这个政治 还是有什么新的这个东西 张志军出席的两岸题材电影 爱的邂逅 是以两岸共同培育大闸蟹为故事主轴 描述上海男学生和苗栗水产千金 因为培育大闸蟹而相恋的故事 中央社记者邱国强北京报道 庆祝九三军人节向国军致敬 中植Lamigo桃源 今年再度与国防部合作举办阿明哈 不止岁前有先兵特勤与海陆两栖 挖人部队 现场展示金石操演 无架幻象两千战机也跨过夜空冲场 排场华丽地圈 担任开球的空军救护士高震耀 也没让大家失望 搭船直升机进场空降站上投手球 动作精准俐落 开球架势百分百 今晚很荣幸在Lamigo的主场 然后配合九三军人节 代表国军前来开球 然后本身也是很热爱办球 这活动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桃源加油 直办加油 国军加油 高震耀今年29岁 曾负责基隆外海的夜间搜救任务 AT3试试山区搜救任务及多次的山区搜救 历练相当丰富 恰巧他本身就是Lamigo球迷 能够代表国军开球 还能与台湾巨炮陈金峰合作 高震耀的兴奋全写在脸上 其实还蛮期待的 因为这毕竟是S4东西救物 直升机第一次进场到这样球团上面 开球表现自己觉得 很棒 还不错 透过开球的机会 高震耀也不忘代表国军 感谢所有家人的支持做后盾 毕竟所有军人出任务 互加打理的总是最辛苦的家人 和另一半 主要设计者张新伟 桃源报道 苹果公司日前宣布 将在台北时间8号凌晨举办特别活动 外界预测是iPhone7的发表会 根据市场传闻 iPhone7和7 Plus的萤幕大小仍将维持4.7和5.5寸的规格 但新功能让国粉相当期待 包括没有耳机插孔 以及双镜头的新设计 Home键也将取消实体按钮 改采电容触控感测 另外机壳配色也可能推出新色 预料将掀起新一波的抢购风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率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